哈囉大家好我是Linda 我是咪咪 今天我們要分享什麼呢 故事結局自己學 我會遵守約定 咪咪有遵守約定嗎 有時候會 有時候 不會 他這邊寫什麼 出門逛街區 要跟著大人 還是想逛哪就逛哪 你呢你會跟著大人嗎 會才不會不見對不對 大醫師我上次就是 會走私喔 就是那個什麼 看到一個東西然後呢 看到一半然後那九個就 媽媽就不見了 你有沒有想過 可以改變故事的結局呢 那我們來看這一本 爸爸 帶艾瑞克和妹妹凱特去購物中心 因為凱特需要一雙新鞋子 艾瑞克好興奮 爸爸說如果他守規矩的話 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玩具 爸爸說艾瑞克你在這裡等著 我把妹妹抱出來 如果跑掉的話就分 如果艾瑞克跑掉 你就翻下一眼 那我艾瑞克會等爸爸 你要等爸爸還是先跑 你會等爸爸嗎 爸爸說他先抱妹妹 等爸爸 那就是二十夜 你敢自己亂跑喔 那邊有車子耶 二十夜來 還是你想看下去 好吧 你要看下去嗎還是先到二十夜 我們先到二十夜 等一下再看其他的 艾瑞克遵守和爸爸的約定 他在車子的後車廂旁邊等著 爸爸帶艾瑞克和凱特進去購物中心 他們選了一個好玩的推車 還讓艾瑞克幫忙推 是那車子的 還可以坐兩個 還可以坐兩個人 可是他哥哥太大了 對啊 因為他的皮膚太大了 好 換到下一頁 買完東西後爸爸說艾瑞克你一直很聽話 我們去玩具店讓你選兩個玩具吧 哇 所以有乖乖聽話就 故事很快結束喔 所以我想要看 看你選下一個的 你想要看他不聽話會怎樣 對 然後他亂跑會怎樣 我們來看一下 艾瑞克興奮的跑在前面 爸爸在後面喊 等等我啊 小心有車 爸爸趕上了艾瑞克 但是 但當他們進到購物中心裡 艾瑞克看到好玩的推車 艾瑞克又跑掉了 艾瑞克 爸爸說你不可以亂跑你要跟著我啊 跑去推推車對不對 爸爸我可以推嗎 他真的想讓車子全速前進 會不會很危險 那現在又有兩個選擇囉 如果艾瑞克硬要推推車 等一下我還沒看完 他停下來 讓爸爸推還是硬要推 硬要推會怎樣 硬就是要推 然後推得很快 爸爸說 停 你妹妹還沒扣安全帶 他會掉下來喔 然後呢他停了下來 幫 爸爸先幫妹妹扣安全帶然後推 欸 艾瑞克 我要你好好聽話 這樣才可以保 確保你的安全 但是他又不聽話了 不聽話就翻到下雨了 會怎樣 艾瑞克看到前面的玩具店 爸爸說 我們要先去買妹妹的鞋子 不要進去玩具店喔 但是他跑進去了 那發生什麼事嗎 艾瑞克你在哪裡 最後爸爸在玩具店的後面找到了他 艾瑞克我以為你走丟了 現在就回家 你不能買玩具了 艾瑞克好難過喔 如果他有聽爸爸的話 本來可以買玩具的 因為爸爸生氣不想買給他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啊你看到這邊 就是 就是就結束了 就 23月就回家 是不是 是3月這邊 那就沒有買到玩具 就先回家 因為爸爸生氣 對不對 然後這是 別的主題的 所以可以自己選 這樣好看嗎 好看 好那這一本就介紹到這裡喔 好拜拜 拜拜 拜拜